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观破证 我是郑总老师 廉价钱果然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卖压 你看今天的量就增加到2600多亿了 那收黑 那从整个K线的形态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 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黑K 这种形态叫做阻断 什么叫阻断 简单的讲 这边本来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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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好的 突然出现一个黑K一起来带亮 这在告诉我们什么 涨势可能暂时会进入暂停的阶段 除非下个礼拜持续跟长虹突破 但是我看可能性不高 所以这边提醒大家 下个礼拜放完假回来之后 如果突然间看到大盘杀了一两百点 大家不用觉得奇怪 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不用什么事情都往坏处去想 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 拉回买什么 好了 我跟你讲 我知道很多投资民现在等解套了也很多 最好就是行情一路攻到一万八一万九 最好直接攻到两万 我告诉你们就算攻两万 你套在三百块的阳明也不会解套的 因为主流已经会不一样的 所以我之前很多人给我持股整段 我都讲得很清楚 我说你还在坚持长龙套两百年要等 我说好吧 你肯定是等不到的 因为后面在涨的股票 我们讲这一波在涨的股票 一定会跟前面完全不一样 你看指数从一万七千七这边上涨以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航运股完全没有涨 所以如果接下来后面的大盘再攻到一万九 你也很难指望航运股会续攻 会涨 但是那个幅度一定不会很大 所以我之前很多人都给我持股整段 问到航运股的我都是建议 有时候看开一点 真的看开一点 就说知错能改 既然已经知道自己买贵了买高了 就把握这个反弹 然后慢慢来调整人家自己的持股 这个航运股有机会再来聊好了 好了 那当然我今天要跟他聊的部分 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说为什么我说要留意主流经济移动 最主要还是在于说 第一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 这几天大家聊的最多的是什么 联发科 对不对 因为他每天都在涨 每天都在涨 都在创新高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联发科今天也出现一个带黑的 今天出现一个带黑 可以带下以前有点掉人味道的K线 当然我不是说这种K线不好 但是基本上来讲 就是在股价大涨一段完之后 出现这种形态 它通常都有一点警告的意味在 不管是联发科 台积电也是一样 那为什么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不意外 因为接近前面的高点 你想想把这边套牢的人 这边快快快 差两块钱 差三块钱要解套 片面就是不让你过620 他就是给你下来 买了621的 如果快解套 今天最高只要620 所以我从这个情形 我可以很展宁 其实跟大家讲 这个下礼拜的主要改变 而且你从今天掌听门的股票 可以发现到 乱七八糟的 有游戏股掌 有半导体掌 反正我会懒得去查 我发现到今天没有一致性 没有一贯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就是说 接下来的操作难度 会稍微难一点点 简单地讲 大盘会进入一个短暂的黑暗期 什么叫短暂的黑暗期 所以短暂的黑暗期就是说 你会一时之间 摸不清楚一个方向感 你看像今天戒铃 长得还不错吧 不好意思就是我长得明白 也许你看到戒铃长 很多人会直接去什么 去买车用的 结果你看他都错了 因为今天只长戒铃 其实他都没有长 你说美其马有长吗 不好意思也没有 你说Comp有沒有长 也没有 聚合有没有长 也没有 同行电有没有长 还收黑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现在来讲 就是说在每个类股里面来讲 我觉得 就是说可能每个股票 都会尝试性地突破一下 正当拉回 你看像今天负顶就不错 对不对 收最高 他就不错 下礼拜应该是还有高点可以期待 到时候如果你有看我节目有买的人 记得下礼拜我们就是大概做个价差 那你可能会想说 老师难道不会大涨吗 看这种量 还早了 这就是现在大盘 难做的地方 难做的地方不是说股票不好选 难做的地方是在于说那个利润没有很大 当然有人运气好 买到什么星云 姓鸿科这一些 当然是赚得比 绝对是有 对不对 但是也别忘记 今天有一档股票已经露出败相了 叫什么 樊宣 为什么说要露出败相 看得懂人就看得懂 高档这么长的上影线 又包出这么大的量 所以我可以很大胆地告诉大家 这个类骨暂时不要碰 大家懂了 我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为什么主流会异动 一定有我的道理在的 那当然我最近也发现到 排面上有一些很微妙的变化 我打个比方给大家听听看就懂了 什么叫微妙的变化 这叫华府 今天涨停板 其实华府已经涨很多了 我们平安心讲 对不对 欲罢不能 今天创新高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讨论 它会涨到哪里去 我是要告诉大家 它在起涨之前 这边所发生的变化 你再去看今天有一档 我早上跟他聊过的 三天九十的连结 它是不是起涨之前 类似出现跟华府 一模一样的形态跟结构 还有包括三六二四的光泽 也是一样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以光泽跟华府来讲 这两两股票的相似度非常的高 你看都是在起涨之前 打一个小平台 拉回叫我那样说 有没有看到光泽也是 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就是说 而且你看这些股票都是低价的股票 包括这个六二三五 你看这个我们讲华府七涨之前 也不过二十出头 那你看这个光泽在七涨之前也是怎样 也是大概在四十几块 也不贵 还有当然还有这两天比较强的 像包括这个连结也是一样 七涨之前的三字头 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 这些股票从形态跟结构上来看的话 第一股价都在五十块以下 再来从结构形态来看的话 他们都经过大概一个半多月的一个拉回震荡整理 而且这些股票整理的过程中 都维持非常的筹码的稳定 你看现在连结也是一样 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 你们可以自己看 你们看七涨之前 我现在不是说涨上去的 我说七涨之前 你们看到 哇 筹码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绝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的 这不是我自己在讲的 好 这表示什么 表示说现在的主流 就是会由这一种 已经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价有那样说的股票会慢慢有所表现 而且都集中在所谓的个股表现 你也看不出它为什么大涨的原因 都是一般都是所谓 自身一些特殊的体材性的大涨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什么认知 像这种形态来讲 还有一个最有名的代表 就是前一阵子大涨 Oh my God 也是一样 你看 对不对 是不是都是类似一样的形态 对不对 这种的时候 你看就上去了 速度是快 所以 我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 反正明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当郭新年 就是说在未来一年的一个 我们讲就是说在 我们下次见面已经是2022年了 就是说我希望在接下来 一直到过年 过我们这个农历年前的这个 一个月的过程之中 我尽可能给大家一些布局的方向 比如说我看到一些端倪 我觉得不好的 我就提醒你就不要再碰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机会点的 大家好好把握 我尽可能提醒大家 那你看嘛 像这个副顶台表科 这是我节目上公开分享的 戒顶当然是今天新介入的 但是要给大家提醒 你现在有看到我测试所写的股票 绝大部分都是以短线为主 绝大部分都以短线为主 那为什么以短线为主 最主要就考量到 第一个盘面大盘 我们先从大盘来讲 由于大盘的动能不足 追加意愿不足 你看大涨 你看这现在大盘难研判的地方 就在于说 你看一根长虹大涨2500亿 持续大涨 了不起也是大概在2600亿 就算今天跌 也是在2600亿 这表示什么 表示说多头跟空头之间 就是想买股票跟想卖股票的人 他的动能是对等的 如果说今天想买的人 用3000亿去供 想卖的人用2600亿去供 那我告诉你 多头还是比较强 可是从今天这种量能来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多空对峙 其实是适当 就是适均立体的 就是我想卖的人 也是这样子卖 我想卖股票的人 力道也是这么大而已 所以这里一定会陷入一个什么 极度分歧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情 为什么说不是什么坏事情 第一 大盘的多头架构是非常明确 它就是一个多头架构 而且我刚刚也跟他提到了 我们从最近这些大涨 那些短线大涨的股票里面 也看得出一些端倪 从这些端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未来的主流 基本上大概就是由这些股票来主导 也许这些股票 也许你看比如说像华福连杰这些 对指数贡献不大 对不对 但是虽然对指数贡献不大 可是如果可以抓得准的话 两支停办 三支停办 四支停办 也不错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最近的布局来讲的话 我都是锁定类似这样子的股票 有我的道理在的 你看不要像借铃也是一样 为什么要买借铃 你看正当拉回叫人那样说 你说这种股票 我不要说它会复制像华福 拉连杰这种模式 因为毕竟股价差了一倍 但是你说稍微突破 挑战前高合不合理 也合理 那你说可不可以做个价差 当然可以 那当然当中是最好 所以我今天早上不是跟他提到 我今天早上在9点03分的时候 就带会员在104 105这边敲进借铃 然后下了节目之后赶紧挂价110 这边定价当中 你看今天借铃就小赚了6块钱的价差 就是这样 为什么我知道它不会涨停板很简单 时间还不够 如果说今天借铃的涨 包括像美琪、马、康普这些全部大涨的话 我告诉你今天肯定很多股票会涨停板的 但是并没有带起来 现在大家懂这个逻辑了吧 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车用的相关 借由借铃或者是其他的 比如说美琪、马、康普这些来带动的话 按理来讲今天车用应该会有一两只掌停板 结果没有 这表示什么 表示说这个族群现在要成为扛霸子的可能性 暂时是看不到的 既然看不到的话 那当然就利用他急拉急掌的那一天做什么 先做卖出专加差 副顶也是一样的例子 包括我们昨天跟他分享的台表科也是一样的例子 我都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说我们就本益比的概念 你说现在去低接台表科合不合理 上半年赚8.2 股价只有120 本益比到10倍通了 真的很便宜 我相信下个礼拜放假完之后回来 等他刷完牙洗完脸 起床进了公司之后 第一只买的应该就是台表科了 真的很便宜 真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会带会员赶紧卡位 有没有看到 我们追码120、121 那你看今天的台表科 还可以吧 今天最高到125了 来到125了 虽然不是狂标特标的那一种 我可以忍受 我可以接受 因为我等的是什么 我等了外资归队 我相信当外资归队的时候 当他们开始报表一打开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可能还是买这些 具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 像富鼎台表科这些 一定都是他们手选的部分 因为外资买股票 法人买股票的思维 跟我们一般散户的思维 是不太一样的 散户的思维很简单 今天看什么起来 今天冲 今天拼 法人不能这么买股票的 他们买股票 必须要先送报告写报告的 他不是说我今天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的 不是你手机起来滑一滑 今天这支不错 今天把它敲就不行 他们是不能这么做股票的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下个礼拜 大家听清楚了 大盘如果要稳稳站稳 1万8千点 今天是不是收在18218 对不对 我们今天看 今天随便到2818216 假设大盘要稳稳地 站在1万8千点 绝对不能只靠这些低价 它就是需要类似像副顶 台表客这种基本面有支撑 扛得住的股票来做支撑 我打个比方好了 假设下礼拜你看到台表客大涨 你会觉得惊奇吗 你会觉得意外吗 不会的 因为在很多人的想法里面 这么赚钱的公司涨 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那我问你 这些好公司一档接一档 开始涨起来的时候 你认为1万8千5 1万9会是个问题吗 所以我就是要提醒大家 主流它会慢慢移动 我认为台积电跟联发科的 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什么叫阶段性的任务 就是供过1万8的任务完成 但是1万8到1万8千5 这500点的区间 必须借由其他的类股来接手 等到1万8千5在突破的时候 到1万9 又会有新的一个主流再来接手 那么大盘就像爬楼梯一样 每500点 每500点 每500点慢慢爬 我告诉大家 也许真的2万点不是大问题 大家懂了吧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如果你看指数选股票 你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发现到 你看指数选股票 但是你选的股票都不涨的话 那么你就要记得 一定要懂得太弱流强 如果真的不懂的话 没关系 加入周老师的粉专业 可以透过粉专业上 给周老师询问 这两天非常多的人问我股票 我相信我给的建议都非常的中肯 也许你听不进去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给你建议 也许我给你很好的建议 当然我希望这些建议 对你来讲是有受用的 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现阶段来讲 的确是考验选股的一个什么 功底的时候 我不敢说我选的股票非常的好 但是至少在目前排面上来讲的话 都是一时之选 包括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我要跟他聊的这三档股票也是一样 我先跟他预告一下 等一下进广告回来之后 我要跟他聊的是 挑战万八的潜力股第五号 挑战万八潜力股的六号 还有挑战万八潜力股的七号 为什么今天要跟他聊三支股票 等一下回来告诉大家 这当然有我的用意在 所以我们这个前半段 简单的跟他提醒一下 就是说主流它的异动 那到底会轮到什么样的主流 我相信慢慢的 在下个礼拜放假回来之后 你就会有感觉的 好 我先进完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感谢有您18年来的长期支持 感谢有您18年来的见证获利 感谢有您18年来的一路同行 成通头顾的生日 就是感恩会员日 特别为您献上最大的感恩入会礼 今天入会一日给您 一八折 一八折 就是一八折 舒服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最后一天 错过本档 机会不再 成通头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成通头顾 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资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资源循环 生生不息 我测标上面写的这些股票 当然这是公开操作的 你们可以自行去留意 那当然能不能赚得到钱 那就要看自己的本事 就看自己的本事 那今天为什么我要特别选择这三档股票 当然反正要过年了 我只是指新历年 不是那个旧历年 反正要过年了 那我觉得在新的一年 我觉得给大家一些 算是一些礼物 算个小礼物 也希望说接下来的一个操作上 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 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 也许我写的这些股票 你不是很喜欢 都有可能 也是有人会不屑 我就是不喜欢借领 或我就是不喜欢付领 我就是不喜欢台北 一定有这种人 当然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 可能很多会跟我讲说 管它是什么 反正只要会赚钱就好了 大部分能这么讲 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比较不偏向一种 赌一把的那种个性 还是比较希望能够买一些 明的见经传的 讲得出它是做什么的 比较有名的股票 最好还有基本面 就像台北较科这种的 这种股票我相信你买了 就算不小心被套了 你的老公也不敢骂你 你老婆也不敢骂你 因为你买的是很有名的股票 好的股票 好公司 就好像比如说 你有听说买台积电人被骂的吗 好像没有 因为它光一年四次的配息 我告诉你 放在银行十年都赚不到 道理就是这样 好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买台积电 我觉得买台积电 就是因人而异 我今天跟他聊的是三档股票 节目上不公开 你想知道的话 第一 明天12月31号 我先公布这一支 我先公布这一支 这是明天13月31号会公布的 那这档股票 我这么讲好了 你看以它前三进 税前每股净利7.83元来讲的话 其实非常不错 真的非常的不错 我个人觉得现在台积上 要找到这么赚钱的公司 然后股价又不是算很贵的话 还真的不是很好找 你看它的这个营收获利 真的不会输台表科 但是股价跟台表科是差不多的 你看从来非常的稳定 这一档明天5号公布 再来6号留着元旦来公布好了 那这档股票 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 它这是一个非常标准高档 进行收获形态的股票 充满非常的稳定 那你看以它前三进 每股税前净利 税后净利4.2元来讲的话 其实股价也不贵 它现在股价不到100 我先跟你们讲一下 它股价不到100 所以以它赚4块多来讲的话 真的股价我个人觉得 真的股价算不贵的 这个留着元旦来给它公布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记得加入做热粉丝专页 就可以知道这是哪一档 再来一档非常特殊的股票 基本上来讲 我真的很少看低价股 可是我觉得这档股票 真的是值得非常 我觉得对于资金小的投资朋友 喜欢博取一个比较波段的 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股票 真的是非常值得逢低卡位布局 真的 也许它现在波动不会很大 因为还在打底 但是冲着它股价不高 而且我觉得它今年的这个 我们讲 就是说整个产业转型来讲 一个大需求来讲的话 你看 营收也许不是特别亮丽 但是跟它的股价 其实是可以对应的 反正到时候你们在下个礼拜 在礼拜天那一天 你们去看的话 就知道这是哪一档 股价这档是最低的 这档是最低的 大概也是只有20几块 不贵 真的都不贵 我就说过我很少很少 分享这个低价股给大家的 但是我觉得有看到不错的 我觉得分享给大家也是不错 好 那这边当然你想知道 这是哪三档股票的话 不好意思 麻烦你加入最好是粉丝专业 我希望透过粉丝专业 粉丝团的力量 来传达更多更多 我的一些操盘的理念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股票 就比如说你今天问我 为什么会选借领 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理由 为什么我要选附顶 我也可以很清楚地 告诉你我的理由 为什么我看好台表科 我也很清清楚楚 密密白白来告诉我的理由 这就是一种理念的传达 跟信念的传达 我不像有的老师 就是说可能因为 每个人的诉求不同 我不会因为说 像某些老师就说 我都今天绩效不好 赶快抓一两只掌听板 出来说他有买 你们应该没有看到 我干这种事情过了 为什么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 每个人坚持的理念 跟操盘理念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一贯的坚持 我所分享的每一档股票 看清楚 请问一下这个借领 也许你看他今天涨 你觉得老师今天涨了 错 请问大涨了没 还没 也许你看他我跟你讲 这个副顶 你说老师今天涨了 错还没 他真的还在盘整 这些股票都是秉持着 我的一贯的信念跟原则 都是在还没有大涨之前 提醒大家可以逢地布局 这是我一贯的原则跟风格 等到这些股票真的 全部都涨上去之后 后面的操作 那就是后面的事情 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 在他还没有起涨之前 的一些做好万全的准备 就跟他起初赶快 盖房子要不要挖地基 要嘛 到底是一样嘛 你把地基打得很好的时候 你后面的房子要盖多高 那就看你地基打得多深 但是一个没有地基的房子 你敢住吗 对不对 肯定是有危险的 这就是我要跟他灌输的理念 好了 因为这个今天的节目 会重播到礼拜天 所以说也刚好遇到 2020年的元旦 所以说好是这边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每个人发大财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 虽然这个疫情很讨厌 还在折磨着我们 但是我觉得最后的情况 应该快过去了 最后再提醒 节目要结束了 最后再提醒 重磅回馈 感谢大家一路相停的这个专案 倒数计时 只倒数计时 想要加入的投资朋友 务必要好好把握最后的机会 好 今天节目就简单的 为大家进行到这边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 都非常欢迎你 加入做好是粉丝专页 也非常欢迎你 播打我们线上的自行专线 那节目的最后 也预设说的投资朋友 新年快乐 我们明年见了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像YouTube应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四点间 线上直播上到时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咱们安排在一起 一路同行 城东投资的生日 就是感恩会员日 特别为您献上最大的感恩入会礼 今天入会一日给您 一八折 一八折 就是一八折 舒服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最后一天 出过本档 机会不再 城东投资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赢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城东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投投资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出 полит席 因此的 あ